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的一生中绝大多数的苦楚都源于自己想不开又放不下 一个人如果太在意一些事情 那么他的人生注定是充满纠结和困顿的 当你为不必要的事情浪费精力时 其实会错过更多的美好时刻 余生漫漫若想活得自由自在就要懂得不值得定律 俗话说 两年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在生活中 我们的身旁时常充斥着尖酸刻薄的话语 面对这些难听的话 若是资珠必较 只会伤害到自己 在美剧破产姐妹中 身为女一号的Max被称为是布鲁克林毒蛇女王 面对好闺蜜Caroline Max吐槽她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小姐 嘲笑她的马在院里大便 Max在面对顾客们复杂的点菜要求时 她虽面带微笑 但说出的话却异常冷漠 现在只有心情写遗书 因为要被烦死了 看你们那模样就知道是事经 不管是顾客 老板 同事 还是姐妹 Max都将刀子嘴发挥到了极致 大家总会因为Max带刺的话而感到闷闷不乐 有一次店里来了一个拉丁服务生Louis 他在面对Max的话语空炸时 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并且微笑着回应了他 嘴巴那么毒 内心一定有很多苦吧 说完他继续淡定的做事 而Max被这句话一下子戳到了痛处 再也说不出话了 当你好不在乎别人的言语时 别人也就无法用恶毒的话来攻击你 在知乎上看到过网友小豆的故事 某年年会 小豆获奖后 因为害怕被领导灌酒 他躲在厕所里想休息一下 正在这个时候呢 同公司的两个女同事进来了 小豆听见他们正在议论自己 某一个人讽刺道 一个农村来的人也能获得最佳员工 真是不知道公司的领导是怎么想的 另外一个接着说 就是呀 你看他衣服穿那么土 他爸妈肯定还在家里种地呢 小豆听完后 心知他们是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 所以也就没有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 他镇定自若地走出厕所的隔间 在水池洗手的时候笑着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然后静止走出了洗手间 舒本华曾说 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 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太在乎别人的评价 难免会活得束手束脚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从不活在别人的嘴里 因为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易经》上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要知道每个人的认知水平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对事物就会有不一样的见解 与其和别人强行争辩 不如学会沉默应对 豆瓣网友小雷说过这样的一段故事 有一次他和公司领导外出培训 在结束上午的行程后 他们准备开车出去吃饭 在停车场的出口处 一位带着工作牌的老人过来 跟他们收取停车费 说要60块钱 小雷气愤的说 我们的车才停了不到30分钟 怎么要收这么多钱 这样的收费明显是不符合规章制度的 老人听完后 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把停车场的闸门关上了 然后静止走向了传达室 正在气头上的小雷准备下车 去找那个大爷争辩 这个时候呢 他的领导拦住了他 然后自己下车去传达室 交了停车费 小雷一路上都郁郁寡欢 等到了吃饭的时候 他带着疑惑的语气问领导 我们为什么要低头向那个大爷屈服啊 领导听完之后笑了笑说 你要是为了这60块钱 和那个大爷无止境的争吵 既费了自己的口舌 又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还耽误我们接下去的工作呢 这笔账你算一算值得吗 小雷这才明白 无论争辩的结果是书是赢 自己都是一个书家 俗话说 下虫不可与兵 井蛙不可与海 意思是 你不要跟夏天的虫子谈冬天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 也不要跟井底的青蛙谈大海 因为他没见过 也不会懂 与层次不同的人计较 其实是一种自我的消耗 再多争辩 也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反而为自己徒增诸多烦恼 不在一个认知层面的人 不值得辩论 人生不长 不要把有限的时光 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在牛津格言中 有这样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仅仅想获得快乐 那很容易实现 但是我们希望比别人更快乐 就会感到很难实现 因为我们对于别人的快乐的想象 总是超过实际情形 在生活中 大多数人都羡慕那些 比自己活得更加精彩的人 殊不知 他们的风光无限人生背后 是无法言说的满身伤痕 在电视剧《三十而已》中 主人公王曼妮 钟晓芹和顾佳 是非常要好的姐妹 王曼妮羡慕钟晓芹 在大城市有房有车 顾佳羡慕王曼妮没有家庭的压力 而钟晓芹则羡慕顾佳 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 然而现实却如同一面 打碎了重组的镜子 到处都充满了裂痕 在众人眼中 优雅的父太太顾佳 穿着大牌的衣服 背着限量版的名牌包 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 可事实上 她有的时候也是活得谨小甚微 为了让儿子上贵族幼儿园 她弯下身给贵妇提鞋 为了解决公司的资金链问题 她东奔西走 不停地找客户谈合作 她把家庭照顾得井井有条 可是最终等来的却是老公的背叛 没有家庭压力的王曼妮 看似活得有滋有味 可是她却为了攒钱买房而苦恼 她的生活就像飞舞的蒲公英一样 在城市四处飘荡 王曼妮生病之后 只能选择一个人 默默地忍受 失去工作之后 她也不敢跟家里说半句 被渣男欺骗 她还抢颜欢笑 被房东赶出门 她变得无依无靠 钟晓芹生活看似一帆风顺 日子过得安稳 既没有房子的压力 也没有孩子教育的纷扰 可是她的婚姻 却充满了无休止的冷漠 丈夫陈宇和她结婚呢 只是因为觉得她省心 适合结婚而已 有句话说 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有你熬不了的苦 每个人的背后 都有不为人知的苦 与其羡慕他人的表面生活 不如努力过好 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人生短短数载 何必在不值得的人和事儿中 苟且和挣扎呢 生活的最佳模板 无非是懂得这三条定律 自在是然 不在意他人刻薄的言语 宽容豁达 不与层次不同的人争辩 充实自我 不羡慕朋友圈里的生活 愿我们都能学会 不值得定律 在漫漫人生路上 找到最好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